这里是方辽西如一的家 一楼客厅被分成了工作台和餐桌区 水墓时的地板都是儿时的记忆 工作台的木桌上摆放着调香用的香料和精油 整方的装修是以原木为主的偏日式风格 捡来的木桩成为了一个别样的床头柜 收来的老榆木 成为了一个别样的床头柜 成为了楼梯扶手 觉得厨房太闷 那就改成开放式厨房 卧室窗户太小 那就做一个落地窗 一块木板也能用来挂衣服 复古的灯让木头更加发亮 它隐居山林 活出了梦中的样子 过着与草木山水相伴的生活 一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这样远离城市的喧嚣 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时光 来 大家都站在一块吧 C位 这还有C位呢 C位 我不知道 我是说他在这住 大张伟 你还这么在乎这个 没有 不是 我说人家站这儿特别好 大张伟原来他心目当中 一直在想这C位呢 真是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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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老师 说个牙刷给他听 吐的不辣水 来 卢一是哪里人 我是四川绵羊员 哦 绵羊员 绵羊员 你相信没有 你站在他身边有一股那种香味 真的吗 带了一个房自己紧张的油 能闻吗 前锋你闻就闻 你稍微 这样一想 前锋有香味 你哪有这样的你这 搜救犬啊你这是 他现在的这个是国际 IFBA方疗师 IFBA 是一个国际上的认证 他现在年龄很小 20刚刚出头 哎呦 多少呢 出哪个头了 20到30的当价 现在选择影居山林 影居山林 他是在一个山奥的中间 然后周围环湖这样子 那你快递怎么收呢 空头 空头 我快递得放在就是城居里面 父母家 然后再去取 然后他就划着船 划着船 手快递 手快递 就为什么要选择隐居呢 其实也不是完全为了隐居而隐居 对于只是特别喜欢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我的工作很多 会涉及到自己一个人想一点 或者拍一点什么东西 而且他生活在大自然里面 对于他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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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